教你一个门槛用一下 好 好的 你晚上有事吗 来看 不是写那个什么 晚上想叫轮轮下来吃饭 好 好 你俩怎么样 还行吧 昨天晚上回去宿舍讨论了 讨论了一会儿 讨论了一会儿 26年今晚有空吗 没什么安排 想邀请您来家里吃饭 啊 我做饭 你还有这本事了 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很好啊 我我我我没问题 好 很荣幸很荣幸 几个人啊 就您我还有名号 啊就我们仨 嗯 那其他人呢 您说就别问这问题了 你自己 这么不解风情的吗 我开小道而已 行行行 我们都在这儿哈 下次我再请他们吃 你今天下午进展怎么样 哎可以 那咱们要不然早点走 好 请进 啊不错啊 哇哦买了好多菜啊 哦就在他们的小公寓 我开始做饭了 做个小炒肉 对 草香菜 你啥有啥活需要干吗 要不你洗一下这些蔬菜 这个要用就是直接用水洗就可以了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这个这个我还是会的 我也可以 我感觉名号没干我活 他说这个用水洗是吧 不用加什么东西吧洗洁精 不用不用洗洁精 脱就行了是吧 洗洁精 哈哈哈哈 哈哈 也没引完我形式上面 哈哈 洗洁精洗彩椒 这有大概要摘多久 都有多少就是 差不多就是啊 看来狐蜜花真是 哈哈哈哈 我都懂了 也是完全不会 哎呦 这手艺真不错啊 哦 很熟练啊 这色香味一出手就是有没有 直接分身了 哈哈 好厉害啊 两个锅同时操作 哎呦 还有汤 还有汤 哎呦 还有鸡爪 可以吃饭吗 哇 太丰盛了 八个菜 太棒了你 凤爪 哎呦 好厉害好厉害 好厉害 迎来高潮了咱们的节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菜 会做饭的男生真的超级加分 我们饿了 来 谢谢汪凯 谢谢汪凯 谢谢伦绿浩子的帮助 哎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是哪个菜 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比较好吃 这个啊 我先尝尝这个 好 感觉你现在就是 在绿托里交了作业 然后等成绩出来 那个是 嗯 嗯 好吃 人绿一顿大块多一 再来一块 好吃的好吃的 你是 就是从哪儿学着做饭啊 小时候就会做 在家里都做 对 就给爷爷做吧 爷爷奶奶做 嗯 如果我回去的时候 我有时间我就会给他们做饭 你会做 你肯定不会 我 哈哈哈 看你的架势就不像会做饭的 他刚刚在有洗洁精洗彩椒呢 谢谢伦绿 对我们的照顾 哎没有呢 谈不上 谈不上 主要是感觉吃起快结束了 嗯 然后想请人日来吃个饭 哎呀 我也觉得这段时间过得 真的很开心 嗯 非常开心 天天跟你们在一起 我都觉得我年轻了 您本来 那天我那同学不是说 你他以为你是我同事 我说你们同事长长好帅吗 微信给我 那我那什么呆交 可能比较 这晚上啊 晚上可能看不太得清 确实帅 我感觉面试的时候就高颜色 面试的时候刘律看了我一眼 我信仰 反正这个律师肯定是搞诉讼的 一眼 刺破灰灵魂 花式拍马屁 同志 你这段时间有跟家里联系吗 昨天晚上刚跟我爸打了个电话 只要我没告诉 没告诉他们来这个节目 我就说我去实习了 不是我比较喜欢就是 突然起义 把事儿办成了以后 就吓唬他们一下 那你父母可是真省心 我刚想说 我说规定自己 每个礼拜至少打一次电话 我觉得挺多的 我叫天哥我妈打电话 我妈你觉得是不是缺钱了 你的 我 最近没有联系我爷爷 就感觉实习 就是工作还挺多的 对 然后我的时间 跟他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可以中午打一个 中午你还要舞球是吧 对中午可以打 但这两天因为压力有点大 不太想让他知道 自己有压力 还是多给家里打电话 咱们男生呢 我也有这个毛病 其实跟家里联系 就是跟我父母 联系 其实少 应该多联系 嗯 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特别是你 你这边 你爷爷本身年纪这么大了 然后从小把你拉扯大 对吧 还是很需要 我就不是说关心嘛 咱们也没法特别 在身边去照顾和关心老人 不过有时候也会感觉 特别 自责 因为我爷爷他年纪不是这么大的吗 他 还是自己照顾自己 哎呀 然后我这个我这个年纪还在 读研 就是因为耽误了几年 我又没办法回报他 然后就会感觉 有时候会挺难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要是天在家伺候你 你爷爷可能也觉得 是不是他耽误了你 对啊 反正他对我一直很好 他仰慕是 他已经退休了 但其实没什么退休金在村里 反正他所有给我的费用 他都是自己自学炒药 就看那种中药书 去根据他的图形 去山上栽 栽了之后再去卖 去山上栽草药这件事情 很危险 然后还要 就是爬很高 直接很笔直的从山上爬上去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他年纪那么大 七八十岁还要爬 他其实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 不让我长大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自己有足够精进能力 他完全不用做这件事情 就我可以直接回报他 我觉得你觉得真是挺伟大 我方便问你现在的经济 是靠你钱已经攒下来的工资吗 还是怎么 对 就本科自己赚钱 然后考研也是自己赚 学费 就还是贷款跟本科一样 哦对 对 我之所以没报陪他也有这个原因 因为他北京要出访嘛 哦所以第三年就 哦 改成清华了 我觉得 就对我来说这个年纪 就两个学校带给你的应该 差不多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 嗯 然后就觉得 那方面的压力 就是能减少一些成本 就减少一些成本 哎呀 太难过了 嗯 没有 我觉得这个经济上 时间上 我觉得你不要想这么多 但是 要刚才讲的你 你起码让你爷爷 觉得你心里有他 对吧 你还是要主动打个电话 让你爷爷 每天都能接到你电话 他肯定非常开心 黄凯你爷爷 现在睡了吗 你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我看看 他有时候会睡 他有时候睡一点 还会给我打电话 我这边实习快结束了 应该还有差不多一周 一个礼拜多 啊 我说我这边实习 还有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结束了 还有一个礼拜啊 对 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 也关心了点 你还有了一个礼拜啊 你来的时候 有没有和老师讲啊 我回去的时候 会跟老师说 现在没有和老师讲啊 现在知道 学校知道 学校知道了吗 是 学校知道 你要跟老师讲一讲啊 这个是大师啊 好 没事 不用担心这个 跟学校说过了 对 我现在跟我实习的老师 还有我实习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吃吃饭 你边加了 对对对 我跟爷爷说 好 爷爷 打扰您了 打扰您了 我们现在在吃饭 我跟那个黄凯讲了 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 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 不让您担心 那谢谢您老师 对 不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 不是我应该 是黄凯应该的 真的 他真的是应该 真的非常感激您 这么不容易 那谢谢您老师 让爷爷好好休息吧 我都跟你爷爷说了 每天都打电话 好 我之后每天打电话 明天我开始监督你 对 让他看见你过上 你想要的生活 是你对你爷爷最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浩子 哎呀 怎么为什么 我第一次来这节目 我前面空两期 第三期来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说天哪 我感觉录那个恋爱累的 都感觉是那样的 都没有哭 你一来这感觉 特别有累点 我天哪 是的 像田田说 感情世界很多是上层建筑 但职场你关注的是 生命最基石的部分 对对对 你找到了社会价值 是你底层的人际关系 是内心最坚实的那个基础 我们对于这个孝顺和传承 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当我姥姥 还有我爷爷奶奶年纪大的时候 我爸爸叔叔 姑姑 还有我的姨 我的舅舅都是轮着陪老人家睡觉的 因为我姥姥94岁了 越来越瘦 每天我们家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姥姥今天又多吃了一点东西 因为她年纪大了 不爱吃东西 所以呢 我们家就每天 我的姨爷 我的妈妈轮着去 给她做不同的好吃的东西 只要她能吃进去就好 比如说给她弄个爆米花啊 给她弄个什么 她爱吃的东西 只要她多吃了一点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就特别嗨 就各种开心祝贺 觉得姥姥太厉害了 各种夸奖 小明哥跟大家说的这一点 我特别有体会 因为那个时候 有我小的时候 也是跟外婆长大的 然后呢 我外婆是一辈子 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吃东西的人 一桌要摆满 不然不开席 就是一定要有热菜 有凉菜 有煮菜 有主食 然后就这样 她就一辈子很爱吃 但她最后就是 生病得了结症的癌症 然后到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 她其实是一直不能再进食了 在那个过程中很痛苦 然后最后医生可能就是说 差不多你就接回去吧 想吃点什么 吃什么吧 正好我那一年是初中毕业 刚考到上系附中 就是那个暑假的时期 然后我正好在准备 就是要来上海读书了 然后呢 她就接回家去了 然后我就问她 你想吃什么 她说 我特别想吃那个 就你学校门口 往前那条街卖的猪蹄 然后我就 正好我问她 我就给你买吧 然后突然就外面下了夏天 下的雷震雨 特别大的雨 然后那个摊呢 就是正好在那个点 就要收走了 因为大概五六点钟 她们就收摊了 她卖得特别早 然后我就说 哎呦不行 那么一会儿 我就可能要赶不及了 然后我就穿这个雨衣 骑个自行车 我就往外跑 也就巧了 就正好我骑到那时候的雨停 但是这个过程中 就下个大雨 给我淋了一个 就全部消失了 然后就买回来 买回来就给她吃 她就说 哎呦 我说就吃了一口 她说就是觉得挺香的 但有点邪 因为她很久没吃过 带滋味的东西了 然后吃完了 就是很幸福当时 然后我就说 那你那你什么 你在吃什么 休息会儿什么的 然后 嗯 到明晚上 那就走掉了 也算是在爱里边离开的 但是就是那口猪蹄 我就当时在想说 我没吃上呢 对吧 然后那我要去晚一点 然后就就还好 这生生还是让我 让她满足了这么一个愿望 这个节目太有泪点了 是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 我和我爷爷小时候很 我觉得我自己 很好笑的一个事 我们现在需要一件好笑的事 你看看那边 你快讲点好笑的 我现在在这儿难过的 我都快录不下去了 我跟你讲 要听一个好笑的爷爷 讲个尬活 我幼儿园的时候 特别特别小的时候 我就看别人 放学了 每个人都拿一个气球 我就看别人 我就特别羡慕别人 让我爷爷以前小时候来 来救我放学 有一天呢 我就特别想要那个气球 我就吵着闹着 我说哎呀我不走 我就要买这个气球 我爷爷他就说不过我 他说那给你买一个嘛 我就看到那个气球 我就特别开心 我就拿到了 我拿到了 我就手舞足蹈了 我就在那叶叶叶 然后我就想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特别爱玩 我就要把那个气球 放出去 然后再给它 等它掉下来的时候 然后再抓住它那样玩 这个我一放 它就开始飞 飞 我一跳 我就怎么都抓不到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是氢气球 这个就飞走了 我还记得那个球是十块钱 我爷爷刚付完钱 就是他刚在付钱呢 然后 我说挺好 然后我那边就飞 然后我爷爷 一付完钱一回来 哎好玩嘛 然后 球呢 让我给你变个魔术 爷爷 哎 球没了 球没了 我爷爷 我就和我爷爷 就在那看着 爷爷你给我买的是 孔明灯吧 就是用来放的 真羡慕你们的故事 因为我的爷爷 奶奶老的老爷都已经不在室了 但是我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温暖 我也是老爷带大的 我们好像都是隔代带大的 这种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记忆 而且是那种纯粹彻底的 无条件的 对 附着任何对你的期许的那种爱 真的真的 父母有时候还会想 你要怎么怎么样 我才怎么怎么样 你要足够优秀 我爱会多一点 有更有严厉一些 那爷爷奶奶这里完全没有 所以黄凯的爷爷90岁了 但刚才让我最开心的是 他电话里的时候声音的力道 中心很足够 直接就是从这个扬声器里 就是裂屏而出的那感觉 所以刚才我觉得与其说特别对 珍惜每一天 没事咱就打个电话 打过去又问 爷爷爷爷 那个彩胶能不能用洗液精洗啊 爷爷 这个我该拿什么洗呢 爷爷就说你啥呀 不要洗 没关系 所有的小细节就这么聊着 都是乐趣 都是美好的回忆 我们也得祝黄凯的爷爷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感谢这段的分享 当然了 这是一个晚餐上的温情 因为涉及到家庭永远是温情 但职场不全部由温情助就 接下来要面临的是 真刀真枪的PK 状况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